啥情况不太对劲啊 这家过来偷挖机了我看这是 看见我们过来直接开着车就窜了 哎呦来了个油耗子 我去挖机油块给我抽干了 胆太大了好家伙 先是不关了 雷光把那家的草子拼了 好好好 油块不够了 那家要去把风味去拼了 好好好 不用干干停了 行行行行好嘞 我这家还能弄的汤 把那家拼了 好好好 哇靠这还干个啥 他们邮箱都报警了 今天这800块钱怕是不好挣啊 老板来要生气了 昨天晚上干完活 我给东家说 我说挖机停哪 他说了你就停这就完了 这个附近啊就根本没人来 这荒郊野外的谁动你的挖机啊 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 让别人把油偷了 都还没反应过来 等我们反应过来人开车早跑了 哎 本来能干半天的活了 早晨干了两小时 挖机没油了 东家说了那就算了吧 就干到这就完了 这不挖机老板过来了吗 正在装板车 哎一脸的不乐意啊 丢了半箱油油活 哎小心 你看看给挖机老板气着 把车都上不好了吗 兄弟们 今天这事就比较尴尬了 你说这事来谁呢 关键是跑得太快了吗 那车牌号也没记住 记住车牌号我看他往哪跑 谁都没反应过来 谁曾想那家伙来偷油的 哎呦 算了 我看我今天这半天的替班费 我也不要了 待会把挖机给他送回家 我就走了 兄弟们 你们一般在野外这种情况 停挖机你们都往哪停呢 怎么停挖机不被偷呢 说实话老板人是真可以 他说小孩这事不怪你 你先拉着挖机回 我找东家结账去 不管你干多干少 今天来了 不能耽误你的时间 替班费照发 一天八百 不错不错 人家老板人真不错 待会我收个四百就完了 毕竟也就干了半天嘛 对不对兄弟们 好了兄弟们 拉着挖机回家 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小赞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谢谢